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一时间发表了微博 表示强烈谴责 并建议警方介入调查 对此警方回应称视频内容属实 并且已经控制嫌疑人 事情的真相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看到这个视频 想必大家都跑跑了吧 本来无人机的问世是让大家能拍摄和见识到更多不一样的美景 但如果不加以管制的话 就会让这样危险的事越来越多 这一次强烈支持警察叔叔 要说起飞机安全 还有一项事项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就是登上飞机后需要将通讯工具关闭 然而却总有一些人喜欢表现利益 希望自己成为内特殊的一个 在哈尔滨会往北京的一架航班上 一名女乘客面对机组人员的要求 不但不肯关闭手机等电子设备 还不停假辩称已经关机 甚至对工作人员称不能配合 为啥要给你看你喊个屁 对此工作人员也非常无奈 不得不强制拿出了该乘客的手机 但即便面对仍然开启的手机 这名女乘客依然不承认 航班到达北京机场后 明镜赶到将该女子带往派出所 而这名女乘客更是声称 我上个大学 知道啥叫法律 我犯啥法啦 我说大姐 国家都有明文规定 你却偏要与之作对 你说你上过大学 懂法 可是为啥连这个基本的条例都不懂呢 难道你上的是一所假大学 还是我们读的是假条例呢 过年了 大家都会在家里出游的路上刷刷的玩着设计 看个视频 抢抢红包什么的 为此各大运营商都会推出些春节专属流量包 不过这些流量包与我们宝岛的同胞相比 可真是大屋见小屋了 海湾中华电行推出了699新台币的赤道宝套餐 用户可以不限量使用 于是 今日便有网友晒出了他的战果 拔天狂用5137TB流量 这简直是赤锅锅的拉仇恨啊 据证明网友通路 自己白天将网络共享给20几个人使用 晚上再将手机分享给电脑下载影片 才会有如此恐怖的使用量 接下来还将挑战一个月10TB流量记录 这么玩下去 岂不是会升天了 运营商们还不出来管管吗 结果人家运营商说了 表示并不会因为过大的使用量 而进行限速或者限制使用 也就是 你爱早玩就早玩 这么有钱任性 大陆的运营商们就不效仿一下嘛 毕竟只需要找身边一个图好买一个 我们就能共同享福了 独了了 不如中了了 就这位一块的决定了 最后再来一条关于新科技的消息 雷蛇在CS2017上展示的三屏笔记本很炫酷吧 我们将有机会在手机上看到这一配置了 今日网上爆出一组折叠屏幕手机概念图 由三块屏幕组成 展开后可变身为平板电脑 是来自雷蛇三连屏笔记本的灵感 虽然三屏手机看着很美好 但实现起来却并不容易 有消息称三星计划在今年推出三屏手机 不过除了屏幕外并没有更多消息爆出 80后的老玩家应该对今次KSP8000还有影响 不过智能手机发展到今天 所谓的这对屏幕 已经不再是两块屏幕 错吧错吧糊弄了事 至于该怎么玩 一起期待吧 好了 猴年的IT全播报就到这儿 我们今年再见吧 ãy subscribe cho kênh Наal iron